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都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链路 我们也一样 如果说我们不提升我们自己 或者说我们没有必要去贫荐 当这个东西到送到C端客户手中 然后发现这个东西不是我想要买的那个 然后甚至我退货或者说我换货了 造成的麻烦咱先放在一边不说 主要是客户的购买欲从新店变成了路人 可能第一次我想去尝试 第二次呢 就再见了 拜拜 对 因为对于日本的那种市场 或者说其他国家我觉得也是一样的 反正我第一次购物体验品质并不是我预期的 那我就可能直接以后都不会在这里 其实我强调的这个可能比较复杂吧 但是我是觉得它这个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可能现在有很多人没有重视起来 但不代表说今后或者说以后这条路回去走一个窄 而是这条路上会有更多像我这样的人去帮助大家 或者说能帮助他身边的朋友帮助做跨境者的这些创业者们 讲讲物流呗 你看从商品的检验检测到整一个的集货到平台 到底层的去完成这么一个订单 从中国到日本的这么一个物流 现在这物流上是方面 你们现在都在做什么样一些服务给到这些商家 物流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是有一个免费的仓储空间 利于客户集货使用 然后如果说客户刚好用到我的品检 然后也可以直接在品检过程之后 然后利用我们的国际物流通道 然后输出去 物流这块我们和其他公司的打法不太一样 可能其他公司做专线的 还有一些做账号的 对 Felix DHL那些 他们都是把一个价格控制好了自己的一个利润点 然后放出去直接给丢到这些卖家手里 卖家是很头痛的 他不知道怎么去选择它 除非就价格 可能到最后算下来可能有一些 还有因为四大账号还是有一些燃油附加费用的 可能算来算去 我还没有选这家渠道便宜 但是后来发现选这家渠道呢 他这个抛重 因为他有一些东西体积很大 反而又不划算 所以说我们当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利用我们以往的经验 然后积累 然后现在我们给客户都是定制化 就成为我们公司的客户 例如比方说特性物流 就比方说车的物流 他们就肯定要用那种单独的拖车去拖那些车 你说的车是汽车 或者是家具 对啊或者是家具 我们要把这些产品给它定制化 比如说服装 有一些服装它是完全是可以速封的 我们可以去压缩它的空间 降低它的物流成本 比如说有一些电子产品 它的外盒包装是不需要的 它只需要一个简大的包装 因为它走量的 可能它虽然说它做的 是自己的品牌 但是它这个是一个低端型的产品 它是为了去引流市场的 OK 那这种产品 它没有必要去加很多很多的包装服裁 所以说我们都会给它去掉 我们就会给它定制化 类似就是我说的 可能在咱们国内当中 就是我会举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有一个单独车也是有物流的 我是广州做的车 我可能运到我的老家 运到哈尔滨去买 那怎么办 肯定也是需要物流商 但是我去找神通 神通肯定是接不了的 因为它是专业性的 对 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 我大概能理解的 林敏肃说 说的整一个辉宏国际公寓链 其实更多是说 针对不同的商家 他的产品的目标 属性来去定性反向的 给他去做这种个性化的 这种物流服务产品 更符合他的 更符合他的需求 因为这种 他行业里面这种标准的 这种物流服务产品 无论是海外舱也好 海运也好 专线也好 小包也好 快递也好 可能都是一些 针对标品的 但事实上 他某一些产品 是没必要 用这种标品的服务 他可能通过这种定性服务 还可以降低他的承担 提高他的效率 是的 像今年疫情的关系 有很多包机去做防疫物资 这个相信您肯定知道 像这种 就类似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定制 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个通道 他们那些大量的口罩 如果说那些防疫物资 怎么样才能输出到过来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 如果说等到船 或者说等到其他的一些安排 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要用最科学的方式 去合理安排自己的货期 这样的话 我前面有货在卖 后面有货在走 然后我自己流 又是一个良性的循环状态 这个才是我觉得 作为跨境人 真正给 作为卖家 给跨境人 他们真正解决的问题 而不是说节省了多少运费 节省多少成本 那个是通过你的服务标准 和你的服务方式方法去体现出来的 而不是说真正你去解决了卖家的大问题 卖家的大问题真的就是这个 我今天发现我对这个 虽然我们讲到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但是你所带给我的信息 跟我所认识的这个信息 应该是有一定的落差 我原来一直以为就是说 咱们这边就是做一个QC 然后把握 我觉得挺无聊的 哎呀 不就那样子吗 但是后来发现不对 这个你提到一个点 其实本身就是在整一个的 中日跨境电商里面 日本人 日本的商贸 他其实已经有他固有的一些方式方法 跟工具 有一些螺化 逻辑 他有他的这个门槛在 而这些门槛跟工具 其实是完全可以 把它复制到跨境电商里面 给它跨境电商的商家 是的 然后同时在这过程中 所产生的包括在物流里面的一些 个性化的这种定制服务 也可以帮助这些 本身对商品品质 对整一个的个性服务 尤其是物流服务 有需求的这些卖家 能够提供更适合他们的这种模型 这个才是咱们所说的 能够去做个性化的赋能 而这种标品的产品 他可能卖家 作为卖家 可能要考虑两个东西 一 首先是不是要保自己 如果你不去改善这个问题 不去改善这个商品检验的问题 是不是就在不远的将来 会遇到平台的这种惩罚 或是处理 这里面的犯错成本 你自己要不要 到达瓶颈 你自己要不要去冒 第二个就是说 在现在日本 逆算这个问题下 有人还是用灰色的方式去解决它 但是有些人是已经愿意用正向的方式向前面看 去解决它 这解决的办法有可能就是像贾南提供的这种 原来已经为很多中日商贸商家去服务的这种通路 体系 甚至说整一个的模式去完成 这个是我们今天一个意外发现 这是一个意外发现 我们原来以为说 这只是一个很常规的 QC跟一个常规的物流 这个真的是我一开始的原来认识 那如果说对你来说 你看你现在已经把整一个的基本的逻辑可想得非常明白 你对你们整体的这种赋能的能力跟赋能的方向也很清晰了 对2021年有什么样的一个回顾 2021年有什么样的一个期望 去年现在 回顾2021年其实我们也也有一些突破 从营业额上来看的话 我们是有一些一些突破的 但是其实我们作为服务商 作为背后的那个人 可能不是那么明显 还要用一个什么样一个庞大的数字来证明我们的公司 我们的企业是一个多么厉害的一个一个集团 一个性质 我的2021年的展望吧 我是觉得我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中国人去做日本市场 这是第一个期望 对对对第二个呢 第二个期望呢就是可能我对一些新的一些刚从校园出来的一些 可以说是小白也好 也可以说是一个新新手也好 刚刚想接触这个跨境电商这些知识层面这些人 我也想给他们一些忠告 就是说 不要下高 可能我会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一下 大概主要这么注重的这么几点 不管做多大的品牌也要做自己的品牌 这是第一 不管做多大的生意资金流要充足 不管做多大的货量 你的科学的这个仓储的能力和运输的这个结构的配比要正确 一个是叫做自己的要有清晰的自己的成长目标 一个要很清晰的现金流的管控 对 第二个对于整个试错的成本的心理有底 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今天的一个嘉宾一个三十而立 对你刚刚过三十是生日了 三十刚刚过几个月 刚过几个月啊 三十而立的哈尔滨来的这个中日跨境电商创业者贾南 关于这个中日跨境电商从传统的商贸里面抽离的这种工具能力模型去赋能跨境电商 这个其实不仅仅发生在日本 在欧洲 在美国 还有很多国家 我们都发现有类似的模型 因为我们所说的 有人曾经这么说 说2021年是跨境出口电商的新元年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当赛道去翻倍的时候 进场的人或者需求的在在疯狂的增长的时候 原有的那些体系方式方法工具其实跟不上这个节奏 而新进场的人已经不是原来那些 我们说说南京一穷二白的创业者 有可能是像你这样子的 还有其他在传统跨国贸易里边已经有非常好沉浸的工具资源服务的体系的这些人进来的时候 就发现正规军进场了 原来呢是这个我们叫地方部队 游击队 甚至是突匪 现在是正规军军团进来的时候 他们带来的这个整一个工具资源逻辑是不同纬度的 因为带来的这种我们叫润滑剂 原来嘛可能就水 轮子轮里没有 没有的话就水就好了 或者甚至沙子下去 结果发现这个轮这个磁轮滚不动了 怎么办把沙子扫出来 把水码干净 真的要正耳八经倒入润滑油 而且润滑油也有不同级别的润滑油 对不 那在这里边卖家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 其实取决两个 第一他是向钱看还是向钱看 如果他继续向钱看 有可能他的钱都得再掏出来交学费 而选择向钱看的人他必然他要交出一部分的钱去完成这么学习的过程 但完成这么学习过程 在类似日本这样一个既保守 又愿意去接受新鲜消费模式的这么一个市场 他可能可以找到非常好的成长空间 而这里面一个是商品 一个是服务 第三个是整一个信用 可能会成为大家成长的一个关键的突破点 时间有关系 没办法我们把所有东西都展开 今天跟贾南的沟通其实让我挺惊讶的 因为我们原来以为在我刚刚所描述的模型里面 可能在欧洲在美国会有很多人在进来做事 但我没想到日本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朋友来去做 那我很期待在2021年你们刚刚所描述的这种能力工具 能实实在在的释放给到我们这行业的这些朋友 让他们也把这个润滑的方式能做得更好 非常谢谢蒋南 现在来跟我们去做了这个关于跨境电商润滑油的这么一个理论的分析 那期待这个广州佐藤商品简验 跟您的这个汇宏国际供应链在2021年能够占领创汇宏 谢谢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